接下来我们来看半导体一个重要的特性 叫做产生跟复合 那什么叫产生呢 那我们前面讲过 基本上这个半导体彼此以共架件结合 如果这个共架件吸收到足够能量 它产生断件 也就形成一个自由电子跟电动队 这个我们叫产生 叫做generation 那如果这个自由电子跟电动 它们重新怎么样 重新结合在一起的话 它会放出能量 这叫复合 叫recombination 很多人说老师 那就叫结合 叫combination 那为什么要在前面多一个re 叫再一次结合呢 各位你不要忘记 那原来因为怎么样 原来这个自由电子电动 它本来就是共架件 所以现在如果自由电子电动 它复合的话 它是再一次的结合 所以它叫recombination 那我说呢 如果你觉得半导体这个概念 这个学起来觉得有点抽象 你就把它想成怎么样 想成化学里面的怎么样 这个水的解离 比如说这个H2O 它吸收能量 比如说我们讲电解水 它吸收能量 会变成什么 变成H正加上OH- 那如果这个H正跟OH- 它们综合的话 它就会放出怎么样 放出热 回到这个水的状态 所以共架件的这个解离 跟水的解离 基本上它们的相似度 我想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们在计算上的话 即使你要算它的浓度 我们怎么样 我们后面会看到 看到实际的范例 你在算浓度的时候 其实跟怎么样 跟你在算酸碱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怎么样 也是一样 那基本上在共架件中 电子必须要吸收足够能量 才有办法形成所谓的电子电动队 这个过程叫做Generation 那吸收这个能量 这我们前面利用怎么样 利用这个传导带 架带这个理论 我们有讲到 这叫什么 叫做Band Gap 或叫Gap Energy 我们简称叫做EG 那如果像碳的话 这个EG要5.62个电子伏特 那锡的话 1.12个电子伏特 这0.67个电子伏特 生化加了1.42个电子伏特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碳 基本上它跟怎么样 它跟锡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哪里 锡它只要吸收1.12个电子伏特的能量 它就会产生自由电子电动队 可是相对来讲的话 碳它需要怎么样 需要5.62个电子伏特 它才有办法产生电子电动队 这能量基本上比锡跟磁要多很多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 这半导体它的导电度 就借在导体跟绝原体之间 它并没有像怎么样 并没有像绝原体 那么难导电 那我们从数字上 其实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略知这个1.2 那基本上吸收能量 你也可以来自金格振动的动能 或者是光子能量 这有点类似什么 类似像光电效应 或者是用高能粒子的碰撞 好那接下来 这个电子在金格中遇到了电动 它都有机会 这个再回到原来的供价件 这个我们叫复合 叫recombination 那放出来能量 可以是以热能的方式 那振动 各位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热能 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动能 那我们前面再讲怎么样 再讲理想气体的时候讲过 这2分之m²等于2分之3kt 所以其实温度就代表了一个分子的平均动能 所以你说它是热能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它也是一种动能 那这个复合 另外一种放出能量就是什么 就是光 这个结合 电子电动能 它们结合可以发出怎么样 发出光 好各位 我们利用怎么样 利用这个产生的这个特性呢 我们可以用来做光的侦测器 也就是你接收到一个光子以后 供价件断件 那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光的讯号 转成电的讯号 那现在的数位相机 或者是摄影机里面的CCD 这个电子偶合元件 基本上都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种原理 这有点类似像光电效应 好一个光子进来 供价件的产生断件 产生电子电动队 形成电流 那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利用半导体 复合这个特性呢 用来做怎么样 来做光源 那比如说呢 生化家 好 它的怎么样 它的这个代沟 大概是1.42个电子 不对 那相当于多少呢 相当于是 这个波长的9000i的这个红外光 好 如果我们调整一下 如果它可以发出怎么样 发出 这可见光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拿它来做一个怎么样 我们生活中现在很常见的一个东西 叫发光二极体 叫做LED 叫light emitting diode 叫发光二极体 那发光二极体呢 它的工作电压一般的比较高 大概要1.5伏特以上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 现在看到的 到处怎么样 到处都会看到 看到这个发光二极体 很多人以为说 这个看板它真的是小灯泡 好像圣诞灯泡一样 不是 这不是圣诞灯泡 这是什么 这是发光二极体 如果你看的话 它长得像 就像这样 那这跟灯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灯泡是利用怎么样 利用热 直接怎么样 这个温度提高 这个热变怎么样 变光 可是发光二极体不是 它是利用怎么样 利用我们刚刚讲 电子电动复合呢 这个放出怎么样 放出光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发光二极体 你可以摸摸看 基本上它不会怎么样 它不会发烫 所以基本上 发光二极体 算是一个效率 比较高的一个光源 那在基础里面事实上有看到 那现在电路板中 你其实也会常见到怎么样 常见到这种发光二极体 那理论上 我们只要有能够产生一个稳定光源的 红光绿光的蓝光的三种二极体 我们就可以混合出怎么样 混合出各种颜色的光 所以我们就利用怎么样 利用这个不同的半导体 那它结合呢 它所放出来的能量 看它是在怎么样 看它是在红尘黄绿蓝子 在哪一个范围里面 那现在呢 这个随着怎么样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也有怎么样 也有白光LED 最早的就是什么 最早就红光LED 这个是怎么样 这是最常见 也是目前的应用最广的 那慢慢呢 现在有绿光LED 有蓝光LED 有橙光LED 有白光LED 就有各式各样怎么样 各式各样 这不同怎么样 不同波长的这个光源 那基本上在基础里面 事实上也有讲到说 这个未来呢 这个LED也可能会取代 这个传统的怎么样 传统的这个照明用电 因为LED基本上呢 它的怎么样 它的发光效率比较高 它比较不容易发热 而且它的寿命比较长 好 所以在这里呢 算是一些小小的 这个基本常识 这介绍给大家了解